胡瓜肉變金黃色 對剛剛很漂亮 全豬放在架上烤得自製作 想表面塗上醬料 這一邊烤完換另一邊 來回翻轉 均勻的色澤金黃酥脆的外皮 讓人看了食指大洞 但你知道嗎 其實烤豬也得經過 官方認證 豬肚剖開 再用冰塊壓住四肢 固定保鮮 一一分解 遇到難切的部分怎麼辦 別擔心 有講師傳授小技巧 連燒烤的木頭都很講究 南投縣府首創 原鄉原住民烤豬認證 請來專業的廚師 教導原住民烤大豬的料理方式 你們的術科考試 當天就是你們的成果驗收 烤豬也要講求專業 原住民的朋友們 認真聽講做筆記 因為不是上完課就沒事 還得經過筆試跟術科考試 原住民烤大豬 其實就非常的有名 但是我們需要一個 就是專業的認證 也保障我們原住民烤豬的 一個專業的知識 第一次開課 就有62人報名參加 拿到證照之後 可以保障原住民的工作權益 避免其他人 夾介民意招攬生意 考核當天還會結合 雙龍七彩吊橋的開幕儀式 現場考給遊客 賤賞品嘗 替這群烤豬達人做認證 接著我來講 徐文章錦成 南投採訪報導